俗语有云富不过三代 穷不过五福 也就是说家族的富贵 很难长久的维持 然而增世家族是一个例外 不仅繁荣昌盛 还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一个家庭的心败与否 主要看三个地方 第一 看子孙的起床时间 曾国藩自己深刻体会到早起的益处 也要求子孙早起 如果子孙睡到日照三竿还没起床 那么这个家族必定要衰败 第二 看子孙是否做家务 曾国藩认为一生有两件事情 要义以惯之 其中一件就是勤劳 义勤至百病 只有勤劳才能做成事 第三 看子孙是否读圣贤书 礼记中讲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义 只有学习圣贤文化 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 四条遗嘱 一是慎毒 则心理平静 修身之道最难的是养心 养心之道最难的是慎毒 慎毒既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也能做到言行一致 心口如意 这需要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 欺骗别人容易 欺骗自己却很难 孟子说养不愧于天 腹不坐于人 心胸坦荡 无愧于心的人 内心自然平静 慎毒的人在夜深人静时 回想自己一天的作为 无愧于天 无愧于人 内心没有顾忌 心情平静愉快 这是人自强的第一道关卡 也是修身养性的第一等大事 二是主静 则身体强健 世间万物 都有其存在的规律性和法则 人要有一颗静位之心 不能存邪念 为人要端庄静重 何为静 就是追求内心的专一和纯净 外在的严肃 庄严 出门在外 对待任何人 都要像对待贵宾那样 人的聪明和智慧 都是从静中来 只有怀着静位的心 时刻保持谦卑 才能对人静 为人敬重谦卑 则能日益精进 为人傲慢狂妄 则会越来越懒惰 不管外物如何变迁 自己都保持一颗恭敬之心 从不懈怠 那么拥有强健的身体 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 三是追求人爱 则人高兴 读书的目的是知晓 人以理智信 人既是人爱 要有博爱之心 欲利利人 欲达达人 自己想要获得一定的地位 就先帮助他人获得地位 自己想要建立一番事业 就先帮他人建立事业 人人都想自利自达 如果能有利人达人的人爱之心 何愁没有他人的帮助呢 在众人的拥护之下 建功立业又是什么难事呢 四是参加劳动 则鬼神也敬重 如果人能自食其力 衣食住行之所用 都是自己辛勤劳作换来的 那么鬼神也会敬重他 农民一生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所食所用 都是自己参加劳动获得的 反观富贵人家 锦衣玉食 每日纵情享乐 没有一餐一饭 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 这就是最不幸的事情 鬼神也不会答应 古代的贤人 没有不勤勉的 凡事亲力亲为 势必公亲 才能有所得 也才能受之无愧 否则就会被人所不齿 如何教育观二代 家是每个人生活的最基本单位 古语有云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无规矩 不成方圆 讲的就是家规的重要性 古时候 家家都有家规 一般是家中长辈 或德高望重者制定的规则 后辈听从训事和教导 家规家训的形成 更多的是长辈 对子孙后代的言传身教 身体力行 曾国藩对子孙的教育 十分重视 在京城围观时 时常写信回家 敦促孩子们读书写字 他教育九岁的儿子曾继红 读书的目的不是做官 而是要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曾国藩在儿立之年 立志做圣人 对自己严格要求 从未有过一天的懈怠 在他不断完善自己的同时 也要求子孙这样做 比如早起 勤年 借多言等 通过曾国藩自己的言传身教 帮助子孙后代成为动良之才 为整个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庭乃至家族的兴衰成败 与家风是密切相关的 好的家风是一个人前进的指向标 古人云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现如今文化多元 每个人的追求也变得多元 但是家风仍旧不能丢下 他是一个人修身成人的开端 也是我们活着的精神路标和支柱 愿你行走天地间 好的家风永远陪伴着你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